附录期 为第689节 健康之道 真收到的一本可能新书的大纲的某些章的标题 以下的资料一部分是在个人实相的本质里所描写的某种效应之延伸 见我在第616节里的笔记 我摘录他的话 说他相信 塞斯可以同时写三本书 每次一本写一章 而在期间没有混乱 在那节后 当真继续口授个人实相的本质时 他对塞斯的多重频道有些其他的洞见 然而我们继续以为那新的发展只大半是一个理论上的兴趣而已 几乎有18个月过去了 然后在3月10日早上 前两个星期日 我们才知道我们也许必须重新考虑塞斯真在同时制作不止一本主要作品的想法 因为在那天真收到另外一本书的大纲 连同知道他需要塞斯的帮助去制作他的这件事 这本书的书名是《健康之道》 真在那时写下 然后告诉我 他几乎觉得那书可以是个人实相的本质的第二部 他又说他得到他的经验 不仅与他有时能由塞斯那感受到不只有一个资料之流的能力有关 并且与上个月末他自己对准到谈神经速度的资料有关 在那个星期日早上 当真一旦觉察到在发生什么时 他就尽快地打了《健康之道》的三页总论及内容大纲 包括每张的标题 然后写了一个这整件事是怎么发生的非常浓缩的声明 我们在下面会展示着声明 以及从大纲摘录出的一些例子 以便显示当他在制作未知的实相时他的一些其他活动 于是他至今在这本《健康之道》上收到的所有东西都已在档案里 准备好可以用了 如果他选择要进一步地追随着新想法的时候 然而目前我俩都还无意这样做 早餐之后 突然之间我就有了一本新书的全部资料 在报上读到集中注意力在疾病上会引起疼痛 提醒了我昨晚的一些想法 然后今早在洗碗时我有个感觉 一整本谈健康的书就在那或这儿了 我走到书房多少写下了每张的标题及大纲 但我还不知道如何弄到他的其余部分 我几乎觉得那是一本赛斯书 而我需要他来带他来 但赛斯正在写一本书啊 我知道这本新书对我也最为实用 给了我挣脱我自己模式的方法 我可以感受到这本书的厚度极在场 但也因我只能弄下来这么一点 而且是粗略的东西而感到挫败 当他已经在这儿时 然而 当然 他必然是在那儿 而我必须把它弄来这儿 我感觉被困于放松 想要躺及雄心之间 觉得如果我只坐在这儿 这书就会不知怎的 以某种方式清楚地爆出来 罗奇怪说 不知它是否是为之实相的一部分 但我并不认为如此 现在 在我略为动了些手脚之后 此地是真给健康知道的35章标题中的几个例子 有些章的内容被点名了 1974年3月10日星期日上午10点 疾病及神经上的偏见 刺激与指挥可能的细胞反映之思想与信念 把身体看作是一个行星 身体的概念与信念之考古学 身体对历史的私人概念是活在细胞记忆里的 而身体的现状建立其上 有成见的官方历史 疾病的命名作为把经验结构成永久的状态 及社会所承认的样子 医药及治疗法是用来使疾病不灭的 社区对疾病的认可 医院作为一个社会机构 疾病作为一种聚焦方式 经验 皈依 爱等等的一个组织者 作为一种替代的组织者 对经验的一个组织性结构的需要 如果一个消失了 则当一个新的在成型时 一个疾病可能会取代它 兴奋性疾病提供了必要的张力 自我意识目前的发展 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状态 它与健康及疾病的关联 危机点 自我治疗的机制及心灵 错误的同情 尝使病人并不想痊愈 而医生也明白 疾病之创造面 症状取代问题时所涉及的步骤 童年及老年的疾病 年轻人之精神分裂症 与衰老之间的关联 小孩试图把内心情况向外投射 而发现外面的结构太小 疾病的解决之道 一个书名或一章的标题 不 那是消极的 我情愿更积极些 健康之道 有个感觉 这可以是个人实相的本质第二步 在珍写完了他的大纲及声明之后 他睡了几个小时 在醒来之后 他告诉我他记起上周 在两个梦里 说到关于可能的新书之暗示 他如常地把那些梦写了下来 一边猜测他们的重要性 却无法加以解释 一旦这资料并非是给意识的探险的 因他在一个梦之后写道 因为他第一个就想到了那个可能性 珍这么迅速地写下了他的声明 以至于在读了他之后 我产生了几个问题 在那个星期日晚上 我记下了我们关于他的谈话 是的 他在收到健康之道时 的确是在一个意识的改变状态 一种真正的亢奋状态 当他的大纲正在过来时 同时也当他在描写那过程时 不 当这在进行时 他又没有听到赛斯或感受到他的在场 他只是了解到 如果他决定要写这本书 就必须要赛斯帮忙 他也与未知的实相无关 他说 我写下我能从那整本书抓过来的东西 但我知道我所得到的 与在那儿有的东西完全不能比 如果我可以即刻地说出那整个东西 它应该会马上就被做好 那就是这么令我苦恼的原因 当我在意识改变状态时 我不仅感受到那本书实质的体积 并且也感受到在它内的实际内容 而那些内容是利己可得的 我无法告诉你在当时 这令我觉得如何的烦恼 如何的郁闷 我们且等着瞧 关于健康之道会不会有什么发展 注意 回头看第六七九节的注五 会显示出真为何觉得健康之道 可能对它也有价值 Quest我未经讨论 你还是未经讨论